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仅仅几个小时后 就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前往观展 父亲一生执着于中国绘画 与书发艺术 追求出奇 永无止谢 画不出奇 画到死 不负此生 饶此生 是他一生 艺术追求不写照 今天能有这么一场画展 给他老人家一个告威 这位曾立志 画不出奇画到死的画家 是中国著名画家 王子武 他是中国书画界的传奇人物 被誉为美术界的一座高峰 二十世纪初 徐悲鸿 蒋赵和等画家 主张用西方写实主义理论 改良传统中国画 掀开了中国画新的实战篇章 王子武 在前辈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他不仅秉承现实主义精神 为人民群众绘制了大量画像 并且将西方的素描 造型 与中国传统笔墨相融合 在平衡西方写实技法 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方面 达到了新的高度 画坛巨匠蒋赵和 生前曾说 人物画要看王子武 他已超我 这些部分就是父亲的一些 人物画的经典代表作 这是有他的自画像 苏东波 曹雪芹像 这是他的代表作品 这幅是鲁姓的半身像 头悬梁追刺 这边主要就是一些花鸟 黄陵古柏 鲜盈大白 他在这种写实绘画上 等于又给中国人物画 树立了新的一个高度 但是画得好 贡献很大 我们画界尤其在北京文化中心 中央美艺 不穿开 老教授们 他就很寻想 尤其是中国画这一批的 王子武先生呢 确实是将中国传统的这个历代化人物画的这个技法 和他的这个笔墨表现的一种神秘效果都做得比较到位 王子武生前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 淡薄明智 宁静致远 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 这是王子武生前使用的镇纸 与一般镇纸不同的是 他被缠上了一层厚厚的布条 这是他曾经用过的绑腿布 王子武习惯站着创作 长时间站立经常导致小腿胀痛 于是他找来布条绑在腿上缓解疼痛 继续坚持创作 之后 王子武又把用过的布条缠在镇纸上 以防镇纸兵手打断创作 在他看来 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创作时间 1995年王子武终于决定抽出五天的时间 办一次小型画展 这次画展也是王子武生前唯一的一次画展 父亲这个12月8号一周年纪念 我一定要为他做一个纪念展 其实也是多年的心愿 王小燕是王子武的长女 从小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 受父亲的影响 也成为一名著名画家 他曾在国内外举办过近百场画展 但这次为父亲举办画展 让他倍感压力 当时 距离开展只有三天 王小燕遇到了一个棘手难题 由于展墙是软的 承重力不足 画作很难悬挂于墙体上 于是王小燕紧急找来工人 连夜安装铁丝钩 将画作吊挂在展墙上 他亲力亲为 细致完善每个布展细节 甚至连续几夜没有时间休息 办一个这么大个画展 任何人我都觉得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都是一个人自己扛着 我觉得事情是人做的 就克服重重困难 在这次画展中 也展出了很多中国著名画家的画作 这些艺术家也同时担任 王子武艺术研究院的顾问和研究员 旨在进一步弘扬王子武绘画艺术 促进现代美术学术研究及美术教育 我们研究院的几十幅作品 展现给大家 好的作品真的是要分享 要传播 要发扬 四五天吧 才把这个前面的场地给腾出来 那几天的时间把它布置起来 如期的能开始就特别好 男男好 这个人物的形象是在于他脸部的表情 仰望天空 专注 够得非常自然 我觉得从我看到的那些作品来看 非常震撼 王子武的笔墨单轻 让时光涌注 让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 鲜活生动 让充满志趣的花鸟鱼虫 跃然直上 王子武是如何放缩出这些传神的艺术作品 他又是怎样一步步探索出 自己的艺术之路呢 1936年 王子武出生在陕西长安县 自幼喜爱画画 1960年 他考入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如愿走上了美术创作之路 受西方写实主义思潮的影响 徐悲鸿 徐悲鸿 蒋兆和等艺术家 探索革新 传统中国画创作 年轻的王子武 对这样的创新之举 深感兴趣 广泛学习 徐悲鸿 蒋兆和等名家的人物画作品 王子武 还多次拜访蒋兆和 寻求指点 在蒋兆和的影响下 20世纪 60到70年代 王子武 创作了大量 中国水墨人物画 其中很多作品 是以身边的平凡人物 作为创作对象 这张 画得虽然小 小儿子 12岁的时候 醉啊 燕景啊 鼻子这种 形象特殿都画出来了 在王小燕 和妹妹王小荣的记忆中 王子武 经常给孩子们画画像 这幅荣耳 是在王小荣五岁时 王子武为他创作的 在很多人眼中 王子武沉默寡言 但他以敏锐的观察力 关注着身边的人 寻找各种机会 为周围人物形象创作 他喜欢琴枪 于是创作了一幅 戏曲演员 还创作了 《关中老人》等作品 不过 王子武并不满足于 只为身边人 创作肖像画 为了探索中国画 新语言 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在那个交通 尚不发达的年代 王子武经常进行 一段说走就走的 写生之旅 跋山涉水 到偏远地区 为少数民族的老百姓们 进行创作 这个呢是一座少女 他当时去画写生 到四川 到峨眉山那边去 他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 和他们一块 吃住在一起 这幅画画的 我们都喜欢 线条呢 有短 有长 有虚 有实 在大量的人物写生过程中 王子武慢慢领悟到 中国画革新 不仅仅是创作现实题材 更关键的是 融合中西绘画语言 在绘画创作思想 众说纷纭的年代 王子武尽心创作 学习各家之城 慢慢形成了 自己的创作理念 在他看来 表现手法不应绝对 力求将对象 表现得朴实自然 这成为王子武 此后毕生的追求 并没有他里面 他也都弃想 一个人的观念 思想 各个方面的修养 穿在这个表现上 这个里头来弃想 然而 就在王子武 为了理想不断钻研苦练时 他却遭遇 人生重大打击 他被医生确诊 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那个时候 他就是拼命地画 一天把自己画的 就画不动了 才上床睡觉 76年 他40整 他人生最辛苦的时候 他写的这首诗 惨淡 这个画他画完以后 他又觉得跟他这个诗 是当时自己的写照 在病重的身体 难以支撑创作的情况下 王子武 立志出奇的信念 能否坚持下去呢 他有时候画画 咳嗽 累啊 家里人都说 你就别画了 休息一下 谁也劝不了 他想做的事 他一定要做 与病重时疲惫的状态 截然不同 王子武在画作中 刻画的形象 精神饱满 飞扬的发丝 充满朝气 浓黑的眉毛 和眼角阴影的处理 使人物眼神 显得有神而坚定 人物形象 以洗练的线条勾勒 整体造型 简洁稳定 充满力量感 整幅画作 表现了王子武 将生命奉献给绘画的 自信和决心 在身体不适 却坚持创作的日子里 当时美术界的一个传闻 让王子武感到担忧 当时有西方人说 中国画都比较平面 不够立体 怎么都画不过有画 那听了这句话 他自己就说 那就不服 为着这句不服 王子武萌生了一个想法 他要用东西美学观念 兼收并序的方式 为自己的画坛偶像 齐白石老人 创作一幅肖像画 他是喜欢齐白石这个作品 又读了很多他的故事 觉得他很可爱 所以他特别想画 他画了好多幅 纯墨画的 还有用纯线的 画的侧面的 齐白石像 这幅画他画的时候 他说眼神呢 是一个立体的 左眼睛和右眼睛 这个大小也不一样 眼睛有转动的感觉 鼻子呢 要有呼吸的感觉 还有嘴巴 有微微动的感觉 脸上已经画得很细 这个身上和帽子 他说要画虚一点 在中西河壁过程当中 王子武先生呢 这次发明啊 因党来说 有独到的境界 白石老人已经推出 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幅画作 有力证明了中国画 可以把人物表现得立体传神 白石老人 也成为王子武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 经典代表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中国画创作 呈现多元化发展新格局 当时王子武尝试用 新的中国画语言 创新历史人物画创作 比如说他喜欢看《红楼梦》 他对曹雪芹这个人物 特别想画 我记得我最早看到他画的时候 是画了一小草图 是把曹雪芹 画在一个石头的背后 他这样的小草图 我都看过两三幅 后来又把曹雪芹画到石头的前面 现在是侧面 作者的状态 曹雪芹脸上的表情 看着远方 民思的状态 但是内心激荡 在画作《到红悬主》曹雪芹先生中 王子武以别具一格的书法提示 在画作下方写有《红楼梦》的经典字句 《兜云》作者痴 《水解其中味》 自体摇曳多姿 流畅有力 自立行间流露出 王子武超然事外的心迹 《到红悬主》曹雪芹先生 成为王子武艺术生涯中的 又一里程碑 曹雪芹先生说 大家都没有见过曹雪芹 但是王子武画的这幅曹雪芹 他觉得曹雪芹长得就是那个样子 1985年 为响应国家号召 开拓特区的文化事业 王子武举家迁居深圳 王子武是深圳市文化艺术事业的奠基者 他创办了深圳画院 并且成立了深圳市美术家协会 这一时期 王子武由于患上了严重的演技 无法再继续创作 形象要求极为细腻的人物化 更多转向了花鸟画 王子武痴迷于画青蛙 但如何才能创作出 具有自我风格的画作呢 他就是不断地观察 不断地写声 把青蛙的具体这个形状都掌握得很清楚了 王子武创作青蛙 经历了写时期 写神期 写心期 特别是在写心期 他淡化青蛙的具体细节 青蛙眼睛一笔带过 身体与四肢也含糊不清 将自己的全部感情投入其中 追求物我两望 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仙鹤也是王子武钟爱的动物题材 风神洒落战高丘 是王子武晚年画仙鹤 喜欢使用的画作名称 雨意光明 七积雪 风神洒落战高丘 出自唐代正古的诗贺 形容仙鹤高洁 寄托了诗人高益潇洒的情怀 他是经常喜欢画仙鹤 其实就是他晚年寄托的那种感觉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王子武淡然处事 用真诚的心感悟艺术的真谛 用一生追求画到出奇的理想 做人来讲不能扎念太多 干啥的就把啥只有干好 做人来讲不能扎念太多 做人来讲不能扎念太多 做人来讲不能扎念太多